这一期课程大概就是基本上把Excel VBA 初阶部分大概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至少的话你上完这门课至少要能够熟悉内建函数 那内建函数总共至少250几个 其实尽量就是用理解代替10倍 也就是了解它的函数使用规则 另外的话也能够再进一步去从函数 Excel内建函数 因为很多内建函数其实功能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工作上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会需要怎么样 再从VBA自行去设计我们需要的功能 当然比较常用是用Sub就是按钮 OK 按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那它就会自动帮我把那个程式做执行 那其他当然也有自定函数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部分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配合VBA的那个编辑 那虽然录制聚集其实还蛮不错的 因为如果有些程式你假如不会写的话 那基本上你可以用录制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录制聚集的缺点就是说 它很多时候是把你的滑鼠键盘的动作记录下来而已 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它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弹性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彻底学会一些进阶的功能 我还是建议可以把VBA程式给尽量学好 它里面包含就是像这个回圈、逻辑、然后里面增加变数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表单设计 跟那个把Excel直接就当那个资料库来用 OK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也讲到有关下载那个网页资料 不过下载网页资料里面 还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 比如说HTML网页上面的 其实网页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语言叫HTML语言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网路爬虫高手的话 那势必你还是需要学会那个所谓的HTML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大概我们就再延伸了 那今天主要我们来讲那个第五个单元 就是减4与参照函数的相关部分 那一样啦回去的话呢 那请各位还是尽量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练习题 花一点时间呢再把它做一个练习 另外还有一些题目我没讲到的话 你也可以再做说 因为云端上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所以你们可以再自行针对那个题目的需求呢 试着做做看 OK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比较重要的也许就是说像格式化 比如说我想要针对某些我需要的资料做 比如说底色的变更 或者字的变更等等 其实前面有讲过 那另外的话呢把需要的资料列出来 比如列出前7名 另外还有就是前7名 你可以按照1234567 按照顺序 你也可以不按照顺序 前面讲的第一种方法是先找到就列出来 另外一种方法是按照1到7名列出来 这个程式该如何写 上个礼拜讲的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假如对这个部分不是那么熟悉 我建议回去可以再做复习 你可以把影片上面看一下 最重要还是自己动手去把程式写出来 这一点其实是更重要的 一定还是要动手做 另外的话呢 最后我们是有讲到有关网路上直接把乐透彩的历史资料全部下载下来 当然后面我们其实是希望把这些资料下载下来之后 然后找出几率最高的号码 甚至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统计分析 比如说还可以延伸就是说 预测预测说下一期 到底哪几个号码的出现机率最高 这个怎么样预测 其实也许可以想想一个方法 当然如果你希望更精确的预测的话 其实可以延伸到Python Python里面的机器学习 其实就有这相关功能 它里面其实就是可以建一个模型 你把它丢进去 然后资料主要是你把那个历年来的资料爬下来 丢给那个Python的那个模型 它就帮你跑一跑 当然那个模型 它也会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 让你预测说 到底哪些号码出现的机率最高 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部分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后续大数据分析 然后AI机器学习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再进一步去了解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就是第五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第五个单元 就是范例档里面的这个 简式与参照里面的 我们来挑一个题目 还是原则上我们还是按照题目来做说明 那请各位待会 先帮我开启这个 人事考评系统的这个练习题 那这练习题其实主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其实也有点像是 把前面的题目再做一个综合 也就是说这底下 总共有 这个几个工作表 包含就是助专 助专其实是职称、领主、办事员、助理员 另外后面四个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相关的资料的对应 比如说呢 假如你要统计那个 当然 烤鸡它只会有那个U-E 烤平会有A加到B- OK 那你要能够转换 那怎么样能够转换 其他还有像单位 比如说这个101 是总行人事事与此类推 底下有这么多 其他的话还有像主别 ABCDE 哪一个主别 升等的话呢 就是它的代号 那基本上这些资料在哪里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主要是 请各位先切到助专这个工作表 主要呢第一阶段是先把什么 把那个黄色区域的栏位 比如说包含B栏 D栏 一直到N栏 总共应该 123 然后 456 总共有7个栏位的资料 要先把它产生 因为这些资料来源在哪里呢 基本上 前面这个BDE 是来自于编号 也就是单位呢在哪里 单位在108 OK 343 那当然呢 我们第一个是需要把编号里面的 这第三个字 开始取三个字 然后呢 把它用那个V的函数 找出它的单位 那主别的话 主别的话 应该是这个A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B C 有没有 那也就是你要从这编号里面的 第几个字 应该是第七个字吧 取一个字 然后再去主别里面找 主别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也有一个对照表 不过呢 这个题目里面我印象中呢 它已经帮我在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已经帮各位建几个 那个名称 包含什么 升等 升等的话呢 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 它什么 考评等级 在这里 考评在A 加到B- 考G 的话呢 是U到E 那 主别的话 就是A到E 单位的部分的话 就是101 一直到往下 所以这个 这个已经帮我们建好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重建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B-D-E 是从编号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当然你这个单位 你就先把108取得 再去查 所以108的话 一直到 我们的那个单位里面找 那108 基本上就是要把什么 把那个总行审查部 这个资料带过来 OK 那这个当然会用到V-R函数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个加权分数 考核60 实际上呢 指的就是 考核 占60 考核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成绩 那也就是把这三个成绩 把它相加除以3 或者用Average也可以 那只是说 因为如果你要计算 你势必要把假 它是几分 先转换 假 然后到哪里呢 到这个 到 应该是等级这边 找到85分 所以 基本上一定要先抓到85 那这个当然就用V-R函数 把它转一下 85 85 那这应该也85 所以 那它占60%就0.6 比4的话就这两个 所以这个 这个乘以0.3 这个乘以0.7 相加之后 就是它的比4成绩 然后再把这个成绩乘上0.6 这个乘上0.4 就是它的合计分数 那就可以排出它的名次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 这一题基本上的话 也是一个简单的计算 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完一个之后 我可不可以全部都通通做完 因为呢 工作上很多状况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工作表 做的事情都一样 那差别只是说呢 里面的资料不同 那如果每次都要重做 其实还蛮浪费时间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完成 那这里当然呢 我们如果用VBA来做 也没有办法快速完成 那基本上 我们会需要 学会所谓的跨工作表 做完一个之后 换下一个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那最后再把 做完 第四个之后 再切回到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看能不能 我先做完一个 然后套用VBA 再做所谓的跨工作表 那不就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的话 我希望 有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1234 然后就跳回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清楚 按下去之后 也是轻第一个完 然后再轻第二个 轻第三个 轻第四 要跳回到第一个 这样的话该怎么做 那不过这里的话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呢 每一个 工作表 它里面 的人数不同 这边是40列 零组的话呢 它这边是101列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有个问题 就是总列数不同 那所以你就不能说 给一个固定的列数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第一阶段先做完 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思考 多工作表的部分 OK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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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